今天我就要介紹皮膚科醫師 除了開藥之外的9款修復型萬用霜 那我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來自澳洲的這個澳洲藥廠的牌子 叫做QV 它的質地啊 其實我覺得還蠻清爽的 其實很容易就被皮膚吸收 擦完之後啊 其實皮膚上就會有一種很滋潤的感覺 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很乾 一擦上去就會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 第二個我要介紹這個CeraV 也是大概最近幾年 進台灣很紅的一個保養品 那它這個是長效修復霜 臉跟身體都可以用 不會很黏膩很快就被吸收了 難怪這一瓶就是小孩子老人 或者是一般我們成年人都能使用 都不會覺得不舒服 接下來是這一瓶 來自美國的這個 優色磷的身體修復乳 其實這一瓶啊台灣沒有賣 只是為什麼會介紹呢 因為這個是我美國紐約的同事 大力推薦 因為他說紐約的氣候很乾 所以他們的同事大部分都 冬天都喜歡拿這個身體乳來擦 可以保護皮膚 一些乳液啊 它也添加了一些 就是可以讓你止癢的一些成分 像台灣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曼秀雷敦 它加了一些薄荷唇 跟甘草酸胛的成分 所以可以讓你的養覺神經比較抑制 讓你的皮膚不會那麼的發癢 那今年啊他們推出了這個 綠色包裝的草本系列 因為它裡面加了一些 薰衣草啊 油加粒葉這種成分 所以讓你在擦的時候啊 會有一種很涼爽的感覺 以及就是舒緩的效果 那如果你的皮脂膜不正常 不健康的話 我推薦你其實就擦一下凡士林 因為凡士林是最好 肌膚的一個風膜 那以下我就是要介紹兩款 就是含有凡士林成分的萬用霜 那第一款呢 就是這個來自德國的 這個AQUAVER的這個萬用霜 那這款萬用霜 其實在國外也相當相當的紅 因為啊我之前 有看過一個美國歌手Sierra 他每次上口紅之前 他都會厚敷這個萬用霜 厚敷之後他的嘴唇就會 呆呆嫩嫩的 然後之後再上口紅 就會非常的好看 接下來啊 是我要介紹這個 來自日本這個Propeto的 這個百分之百的純凡士林 他其實是日本皮膚科醫師 都會推薦的一個凡士林 而且他也是一個 日本很有名的藥廠做的 那這款凡士林 為什麼我要推薦呢 因為我覺得他實在是 太神奇了 一般的凡士林啊 可能會有點白色 或者是帶點黃色 我之前有講過 就是他的精煉程度不同 顏色也會不一樣 那這一款凡士林啊 他其實幾乎是一種透明 表示他的精煉的程度 非常非常的高 他已經把所有的雜質都去除 所以那日本其實很多家庭 也會買這個凡士林 當成一個就是 小嬰兒都可以使用的凡士林 接下來啊 我介紹三款 這種肌膚的急救萬用霜 那第一個啊 是這個愛福美的這個萬用霜 那我自己其實也是 愛福美的愛用者 因為他真的可以 舒緩一些異味性的皮膚顏 第二個啊 也是一個在藥房能見度很高的 這個 理膚保水的這個 B5的萬用霜 我自己其實就是 隨身攜帶這個萬用霜 就是說如果你皮膚有割傷啊 或者是化傷 你就是也是薄插在上面 把它當成一個液體的OK棒 那它裡面啊 除了維他命B5 可以修復傷口 它還有一些 理膚保水的溫泉水 還有像積雪草 這種修復傷口的成分 其實也是蠻好的 第三罐啊 是這個雅漾的再生修護霜 那其實很多人啊 就是做醫美手術 如果皮膚有傷口的話 想要幫他做一個 很好的隔離的話 其實擦這個也蠻好的